在刘强东案发后,一个多星期,曼洛克为众收纷员,有人亲自去了现场调查,得回来一些无通不养信息,有人大胆联想,把世界上升到国家贸易战高度,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,该刘强东扛的压力,还是得扛,该京东下跌的股价,还是得跌。 媒体信息倾易色,先是刘强东到明大享受重心捧月待遇,地位举高高,然后8月30日晚高当餐厅聚餐,32瓶葡萄酒上桌,东哥两杯下肚,女生被带走,随后东哥被带走,活脱脱的从天上摔到地上,足够反差,也足够劲爆。 仅随其后,刘强东回国,但京东股价,应声下跌,明尼苏达警方公布出警记录,公开说明趁刘强东涉嫌一级强奸罪。 这还没完,三家美国律所,针对京东官方发言人,对刘强东事件的回应,宣布将展开调查,调查对象是京东发言人,的回应是否事实。 看到这里,我们看看整个过程,都忽略了一些什么。 一,所谓的受汉人转来明大只有两周时间,崔副院长为何如此,关心他的前途? 两周的时间,林学校恐怕的还没熟悉完,跟导师应该不过几面之缘,为什么跟明大卡尔森学院副院长崔某关系如此突飞猛进? 这个崔副院长为何如此,关心他的前途?据受害人跟知情人透露,这个崔院长再三却说受害者前去赴宴,还以刘强东这样的企业家能帮助他未来事业发展的由。 最后受害者是迎着头皮去的,透露内容中还指出,为小心起见,受害者还特别了一位女性朋友同事。 结果这个女生却被刻意分开到另外一桌,束手望军无知,因为在我们的战志里,如果是一个中心捧月大人物的饭局,没有养分量的人是没有资格出席的。 这应该不是国内的特色,美国更加如此。 不然温和巴菲特一个饭局,能卖出去上百万美金。 刘强东宣家虽然不比巴菲特,但他是中国当下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。 在国内很多人排队都想跟他吃顿饭,怎么到了美国。 一个刚转到学校两周的学生,在大名鼎鼎的明大副院照在三岁树下,才年年强巧答应出席。 按理说来到明大也有两个星期,刘强东在明大重心捧月的场面即便没有见过,也听说过,如果是一个单纯的饭局,以明大学生的脑子炙伤,应该不至于判断不出来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 二,为什么崔副院长在三岁树说都不愿前往,最后还用前途来游说,在这里吃望君又无知了,这个所谓的前途,到底值得,是刘强东给的前途,还是他在明大的前途? 如果是这么有前途的事情,为什么还要在三岁树说才去,中间省略了什么不可言说的内容? 二,为什么不是陪受害者,同去赴燕的女性朋友送他回住所? 从公开的信息了解,受害人说,路上刘强东曾提出,要带他回自己居住的酒店,但遭到了受害人顿然拒绝,且坚持必须回自己住所。 这个过程,正常人都会理解为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强,这没问题,但问题就出在,为什么是刘强东送他回家? 他的女性朋友干嘛去了?在受害者向知情人的讲述中,这个女性朋友在此现身是到晚的凌晨两点,是受害人通过手机主动联系的,跟女性朋友走到了受害人公寓楼下感觉事情不对劲,然后报警。 而刘强东送受害者进入住所,是在当晚的十一点,终结差了三个小时。 这个女性引人为什么知道受害者主动联系了,才觉得事情不对劲,难道联系之前,他一直感觉刘强东送一程,朋友回家这个事情是对劲的? 受忘君也在设想,是什么样的原因,能够在深夜十点多,让一个女生能够放心把她喝了不少酒的女性朋友,交给一个刚刚结识的男人送回住所,在国内遇到类似情况。 但凡有点情本在的女生,尚且不会放任自己喝醉酒的朋友被带走。 更何况远在异国他乡,保护欲望相比会更强。 束手望君无脑,实在想不出什么正当理由,但换作是守望君的女性朋友。 除非是对方很清醒的告诉我,让我放心他不会有事儿,才有可能放手不管。 另外就是刘强东温和途中突然提出要带受害者回自己酒店,然后又去了受害者的住所,从晚上十一点呆到了凌晨两点。 这种说一半不说一半的信息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思维陷阱,因为正常人都会往邪恶方面想,守望君也试着往邪恶方面想。 但总觉得有些蹊跷,一方面买菜也跟着刘强东去了美国,虽然不在同一地方,但刘强东也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带姑娘回酒店吧,突然来个视频怎么接,而且刚喝完酒回到家, 也总得报个平安吧。 另一方面,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,三个小时的时间,为何到最后才想起要联系女性朋友,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? 其实这个一直都是关键所在,网上有人推测说受害者实际是想找刘强东投资自己的项目,被拒绝后开始展开报复,就连入民主持人黄西,觉得刘强东是被人射了套。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导,一个催副院长引进的女生,宴席上被安排在了刘强东身边,正好这个女生有个项目要谈,席间大家都在喝酒,没有时间,宴席结束后顺路,跟刘强东的车回家。 路上顺便谈一谈,毕竟副院长的面子多少都给,谈得新奇,东哥突然想叫到酒店深聊,但被拒绝,于是去了女生住所谈,从十一点聊到凌晨两点,没谈聋。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,好吧,上面这个也是毫无根据的推导,守望君还是希望这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世界,起码让好人不憋屈,坏人不逍遥,也跟所有人一样期待真相大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